6月1号儿童节当天 中国少年儿童得益成长关怀活动 即电影预备跑首映式在北京举行 虽然是儿童电影 启用的也都是不知名的儿童演员 但活动却已吸引到了成龙大哥的关注 当天无法赶到现场的成龙大哥 特意派自己的徒弟七小福送来了墨宝 于表示对儿童电影的支持 而92岁高龄的女演员于兰 更是为了观影舍弃了接受媒体采访的机会 不过早在活动拍时间 我们优惠娱乐的记者就独家采访到了 这位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第一任厂长 没想到即使如今渔兰年纪已经大了 也退休了 但她的心还是记挂在自己曾经的事业上 为儿童拍片是很不容易的 能够有这么年轻的同志 还继续拍儿童的得益成长的影片 这是非常好的 我祝愿她能受到孩子们的喜爱 优酷娱乐播报北京报道